接下来那个界面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插入这个表格 表格的话我们刚刚算过 六列两栏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这个地方 就有两栏 那底下这一栏 这个栏位呢 我们需要把它合并掉 所以合并的方式 你把这两个途征的选取按右键 这边就有修改 就可以合并出征的 你也可以分割也可以合并 这个使用的方式跟Word 或者其他OBIS软体很类似 那你直接这个地方 可以再把它调为 这个宽度跟这个宽度部分 你还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文字 包含四个栏位 四个栏位分别就是 姓名 再来就密码 姓名密码身高 始终 再加一个按钮 那再来就是 我们再把需要的这个元件 分别把它放上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需要一个testbox 这边也需要一个testbox 可以用拨拉的方式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这边再加一个button 按钮 然后在底下 底下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拉高一点点 那这边再加一个testbox testbox 可是你会想 这个testbox 跟我们要的这个长得不太一样 我们要的是像这样的一个testbox 修改属性就可以了 我先讲这个好了 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有一个属性必须调整 它预设值叫做 有没有 在这个属性里面 testbox 预设是叫 single line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叫做mark line mark line之后 它就会多行 你可以针对它去做调整 好调整 另外就是说 它的位置有没有 预设值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垂直的位置是在中间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它变成什么 top 就是上面的话 那当你可以用html去修改 或者是说你直接在楼标放里面 它的属性就会出现tt tt的话就是什么 html里面就是储存格的标签 你就在这个标签里面 找到有一个叫做 这个对齐方式